1989年任嘉伦出生在青岛 那个时候他还叫任国超 他的父亲是一名武术教练 作为习武之人的父亲 当然希望儿子也能走上武术这条道路 可是任嘉伦从小就体弱 经常感冒发烧 小时候被父亲训了几次之后 都扛不住大病一场 母亲不愿看丈夫在这样折腾孩子 便不让任嘉伦再学武 于是任嘉伦六岁时 就被父母送去学了乒乓球 刚一开始学的时候 任嘉伦就爱上了这项运动 之后任嘉伦打进了山东省省队 进入乒乓球省队的时候 任嘉伦只有9岁 因为年纪小 基础好而被当作队里的重点培养对象 进入省队后 训练任务就变得更加繁重 每到周末放假 就是任嘉伦最累的时候 因为整整一天都要泡在训练场里 与无数的乒乓球作伴 15岁那年乒乓球国家队来省队选拔人才 选拔比赛前 他从学校里请了假 住在训练馆专心训练 那段时间 他每天的练习时间都有十几二十个小时 早上四五点钟 他就去操场跑步练体能 晚上 任嘉伦永远是训练场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打乒乓球时 运动员需要弯腰屈膝发力 他的腰已经在常年累月的练习中受到伤害 这次的突击训练让他的腰救伤复发 需要卧床休养 任嘉伦进国家队的梦想破灭了 16岁那年 因为救伤未遇又添心伤 任嘉伦选择退役 退役后的任嘉伦重新拾其他的学业 2008年 他考上了青岛的一所专科学校 学习航空服务 毕业后他成为了青岛流停机场的一名地情人员 在做地情时 任嘉伦就有一个爱好 那就是追星 那时候 刘德华 周杰伦 还有一些韩国的明星 是不少年轻人追逐的偶像 任嘉伦在偶像的激励下 似乎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 他也想成为像刘德华那样的人 看着视频里那些明星爱豆 在舞台上唱歌跳舞的样子 他也幻想自己有一天能闪闪发光 于是他用业余时间学习了唱歌跳舞 2009年 一场亚运歌手挑战赛在广东拉开了帷幕 青岛刚好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任嘉伦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名参加 可是这一世不要紧 任嘉伦直接获得了第三名的成绩 期间 经常去练舞的人嘉伦在舞蹈房里认识了聂欢 那时候两人还只是普通朋友 平时也说不上两句话 2011年 他决定前往韩国深造 任嘉伦相信在这里一定能实现他的歌手梦 在韩国任嘉伦担任了组合里的队长和领舞 任嘉伦常常练舞到半夜 在韩国待了三年后 积累了一点名气的任嘉伦选择回国 回国后任嘉伦就惊人介绍去了通天敌人节剧组 电视剧开机那天 任嘉伦早早的就到了 等待的时候突然有一只手飞快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他抬头一看眼前的女孩就是六年前舞蹈师的聂欢 他们两人都格外惊喜能再次相遇 一别三年虽然两人之间的差距变大很多 但是他们依旧像朋友一样相处 拍戏让他们相聚 拍摄结束后 剧组的演员都各奔东西 两个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朋友突然分离 巨大的空虚感让任嘉伦意识到自己已经喜欢上了聂欢 他主动来到聂欢的城市 跟聂欢表明了心意 郎友情切有意 两人自然而然的就走到了一起 敌人节这部剧让任嘉伦燃起了对演戏的兴趣 播出的效果也向他证明自己能吃这晚饭 更让他下定决心走上演员的道路 最初的几年虽然他不断拍戏 但是几部作品都没有活起来 这让任嘉伦很受挫 这时候聂欢就不断地鼓励他 让他坚持下去 任嘉伦也知道聂欢的付出 再苦的日子 他们两个人都咬着牙挺了过来 2017年任嘉伦终于大火了一把 他与景田搭档的大唐荣耀 在当时有超高的收视率 不少观众都为剧中广平王与沈珍珠的爱情流泪 电视剧播出后 有许多媒体来采访任嘉伦 因为剧里讲的是爱情故事 所以记者问到了任嘉伦的个人情感 一句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顿时引起了轩人大波 聂欢是一个十大体的女人 她知道任嘉伦没有二星 但是看到男友能为了自己这样做 她心里还是很高兴 网友们的惊讶 平息之后反而都很敬佩任嘉伦的勇气 可是公司却以任嘉伦私自公开恋情为由 血藏了她两年 2018年沉寂许久的人嘉伦 在社交平台上公布自己生娃的消息 图片中一只小手躺在一只大手里 舆论并没有击垮这一家人 妻子和孩子成了任嘉伦继续努力下去的动力 2019年任嘉伦凭借一部警衣之下 热度重回巅峰 时隔两年再次出现在荧幕上 她的演技又精进了不少 剧中她饰演的路易大人 眼神温柔的仿佛一汪泛起涟漪的湖水 观众们更是直呼 任嘉伦的演技会开车 如水的好评 让任嘉伦的口碑节节攀升 粉丝们对聂欢的恶意也慢慢消散 取而代之的满满的羡慕 对她的称呼也从那个女人变成了嫂子 欢嫂自从拍完敌人节后 聂欢就退出了娱乐圈 有了孩子之后 她就当了一名全职妈妈 有人可能会担心任嘉伦在娱乐圈这个美女如云的地方 如果遇见了更好的人会不会变心 任嘉伦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真心 虽然从相识到现在已经有了十多年的时间 但是她们依旧恩爱的像刚认识的小情侣一样 随后任嘉伦又给观众带来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她在观众心里也逐渐站稳了脚跟 也积累了许多忠实粉丝 对于妻子和孩子 任嘉伦已经尽最大可能的保护她们 不让她们暴露在公众面前 最近这两年任嘉伦又出了几部大爆剧 因为都是古装的角色 观众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古偶天花板 任嘉伦作为流量艺人选择一年早婚 需要很大的勇气 聂欢在大好年华放弃事业嫁人做全职太太 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但巧合的是任嘉伦遇到了聂欢 聂欢也选择了任嘉伦 任嘉伦和聂欢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了正确的人 祝愿天下的有情人都能像他们这样终成眷属 祝愿天下的有情人都能像他们这样终成眷属 祝愿天下的有情人都能像他们这样终成眷属